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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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大家好 我是路加 文章 今天我跟文章 要去吃壽司 壽司 壽司 因為我跟文章 之前兩個人都確診 新冠肺炎 然後我們兩個就完全 失去我們的味覺跟嗅覺 我們兩個那時候 閉關在家裡的時候 然後吃肉都像在咬橡皮筋的感覺 那是超強的 所以我們兩個就想說 等我們兩個好了 然後後遺症結束之後 一定要去吃好吃的東西 想到好吃的東西呢 對我來說就是壽司 所以我跟我們當天預約了一家和食餐廳 要來安慰一下我們兩個 久久沒有吃到有味道的東西的味蕾 真的 疫情很痛 味噌 嗅嗅也沒有了 什麼都吃得很痛 特別是我兩人都很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我真的很痛苦 我最初是想要失去的東西 但是我真的想要吃的東西 我真的想要吃得很幸福的東西 我可以感受到的東西 我今天想要吃得很好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吃到餐廳 我沒有餐廳的餐廳 我感受到的 但是我今天是35個 我沒有餐廳的餐廳 而且可以在櫻桶上吃 所以可以在櫻桶上吃到柔軟的空間 那我們去吧 很高興! 去吧! 真的超高興! 現在味道已經治療了 絕對好吃! 大家也會觸碰一下! 我們去吧! 來吧! 我們今天要去的是這家 叫做蒼天的和食料理店 35樓開始好像是飯店 所以我們要先坐手扶梯上去 再坐電梯 哇 超美麗的 這家的櫻桶好像是高興的地方 哈哈哈哈 他們現在拿飲品的菜單給我們 但是因為文當最近血壓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決定不要喝酒 剛才他們的服務人員 送了這個東西過來 我不知道是什麼 現在聽到的時候 吃醬汁也會在吃醬汁也會 還有醬汁也會在吃醬汁也會在吃醬汁 好像不像搖滾 很洩洩 真的很洩洩 今天我們要訂購這個項目 前菜三種 茶碗蒸 我們要做四種盛り合わせ 本日的焗物 握禮休館 味噌汁和雞尾 這是芭蕾酪的芭蕾味 哇 美味 這裡是芭蕾豆腐 芭蕾豆腐 瑞蕾很喜歡 我喜歡吃芭蕾的 我明白嗎? 現在是芭蕾的 現在是芭蕾的 先吃芭蕾的 芭蕾的食材 是最開心的 超好吃的 這個超好吃的 這個真的好吃嗎? 富翔 嗯 好吃嗎? 生クリーム的味道 食感不太好 所以食感 豆腐不太好 它是芭蕾的 豆腐的味道 這個味道是滑稠的 哇 美味好 超級 這個味道 吃芭蕾的味道 哇 美味好 它生魚片吃起來超甜的 好好吃喔 這是魚本來的甜的 嗯 好吃 小豆島是在芭蕾的 芭蕾的 芭蕾的 日本的魚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它們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 就不然它們這樣有種類不同 很開心 好吃 超好吃 果然吃到有味道的東西 真的太幸福了 哇 哇 超級 欸 初次看到了 真的超級 超級 芭蕾的 超級好吃 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溫和 它的蒸蛋也好完美喔 一粒一粒 粒子每一粒 芭蕾的味道很增加 超級好吃 而且剛才師傅超可愛的 他一開始送上來只說超完整 然後我跟文藍一打開那個蓋子 然後兩個就一起哇 哈哈的時候師傅就說 是鮭魚丸的茶碗證 他還不先跟我們爆了耶 超可愛 天啊 烤物是咖喱 我跟文藍超級喜歡吃咖喱的 我超級喜歡吃咖喱的 我也 天啊 好嫩 它的魚的油脂燈泡很均勻 它雖然是有調味 可是又沒有把它那個魚本 就是那個食材的味道蓋掉 很好吃 然後非常的軟 很嫩 超級喜歡吃咖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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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醬汁真的是第一次吃到 真的後味 玉米的味道 但以前是馬鈴的味道 最後是玉米的味道 超級好吃耶 超好吃 這個味噌湯超級好喝耶 它是比較偏甜味的 味噌湯最高 最後的甜點是芒果布丁上面有檸檬醬 然後是水果拼盤 那一塊粉紅色的是草莓巧克力羊羹 然後再加一杯茶 好 大家 每天都吃完了 我吃了 超好吃的 一天一餐的醬汁是最高的 有很多味道 所以現在有味道 非常好感到 有很多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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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可能 但是這店 很美味 很久不見 很久不見 我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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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有很多味道 我跟文章就是想說 他們會跟我們一樣驚訝 結果果然兩股客人一打開都 有很多味道 然後那個師傅就會說 很少看到鮭魚圓的茶碗蒸巴 超可愛的 板前也很喜好 很嬉しかった やっぱり食って人を幸せさせるんだよね 真的 真的 改めて思いました 肉を食べた時 ゴムの感じがしたのは 本当に悲しかった でもそれからこの時期 Jinjiを入れて 体調も悪いし 更に悲しい 自己は 私たちは 準備要求食事を大切しに来て 師傅也是 看我們兩個食品的速度 然後慢慢上菜的 見像 整個食飯的過程都非常非常舒服 也很自在 全部完整 WENDA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 這次的餐廳是文朗選的 謝謝 椿子 啊 不對 這裡 剛剛最後的茶來 茶很熱鬧 然後文朗觸摸著急著 發燙! 我真的笑了 發燙! 發燙了嗎? 真的發燙了嗎? 真的發燙了 對不起 好 那謝謝大家看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請大家也要注意身體健康 多休息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